1989年10月7日 邓小平会见老挝部长会议主席 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凯珊 丰威汉 在谈到老挝正在进行的改革时 邓小平说 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中国的经验不能照搬 有的做法在中国行得通 在你们那里不一定行得通 有些做法在你们那里行得通 在中国则行不通 我们主要的经验是要把马列主义原则 同自己的国家实际情况相结合 1949年10月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波兰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